最近的4个交易日,作为美债标志的10年美债出现连续下跌,目前已经刷新了最低交易价格记录。 10年期美债单月连续的K线图显示,这一交易品种到收盘时的价格仅剩下105.4375,盘中还创下了105.3281的最低历史记录。 大多数时候,我们看到的都不是美债的交易价格,而是美债的收益率。 但美债收益率是一个反向的标志,收益率不断地上涨,就意味着美债价格的不断下跌。 最新的收益率来看,各期限的美债都已经突破或者非常接近突破5%。 例如10年美债,目前的收益率达到了4.9855%,只不过将最后的悬念压厚了一个交易日而已。 其他期限早就已经急不可待地突破了5%。 两年期美债,过去这段时间一直都保持在5%以上,目前的收益率是5.15%。 长期美债的收益率方面,20年和30年美债目前的收益率分别是5.3469%和5.1157%。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前段时间潘兴广场的创始人在做空30年美债时声称,这一品种的收益率将达到5.5%,现在的事实表明,他的眼光十分的毒辣。 这也难怪此前在两次做空中,潘兴广场紧紧地抓住了疫情爆发和通胀两个机遇,通过做空美国获利高达35亿美元。 也许对于潘兴广场来说,现在的美债市场是难得的对美国进行收割的大好机会。 过去,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美债打造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债品种,进而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购买。 但现在美国政府又亲手地打破了这一信仰,造成了目前市场上的疯狂抛售。 美债一直是美国货币战争、金融战争的重要工具之一。 长期以来,美国的进口额远远大于出口额,造成了大量美元流向了全球市场。 怎么将这些美元以最廉价的方式收回来呢? 美国使用了美债这一个货币战争工具。 通过不断地发行美债卖给其他国家,所收获的其实就是美国用于全球采购的美元。 将美元收回来之后,既可以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,也可以开启新一轮的全球廉价采购。 更重要的是,通过美债将其他国家紧紧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。 美国当年在货币战争中击败英国,突破点在于黄金,后来又在货币战争中击败日本。 突破点在于汇率。 但是现在,由于美国的财政状况太差了,已经没办法再维持美债这一个金字招牌。 由于美国赤字越来越大,所以美国不得不不断发行新的债务,导致美债余额不断地突破法定上限。 而且,美联储似乎也正在给美国财政部落井下石。 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来看,自缩表以来,美联储的资产表已经减少了1万亿资产,其中大部分是过去所持有的美债。 对比2022年12月的持仓情况,我国在今年的前8个月累计减持美债617亿美元,而美联储抛售的美债却高达数千亿,甚至接近1万亿美元。 正是因为美联储的疯狂杂盘,以及美国财政部疯狂发行新债,导致市场供应远远大于需求,美债的价格创出历史新低。 而且现在还不是最终结局,我们很难想象10年美债的价格会跌到哪个位置。 打不过就抄作业? 美国盗版一带一路悄然上线,网易精彩点评,中国早在2013年就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概念并付诸实施, 受到世界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青睐,这10年来,不断有国家加入这一计划。 这个计划不仅仅有利于中国,也有利于世界。 然而,这样一个有利于大家共同发展的方案,却成为了美国的眼中钉。 美国一直在竭力对付这个一带一路计划,比如疯狂炒作所谓债务陷阱, 然而所有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,所谓债务陷阱完全就是捏造出来,根本就是无中生有。 加入一带一路计划,得到的只会更多。 美国绞尽脑汁打压一带一路,然而它的生命力实在是太顽强了, 美国眼见打不过,于是就抄作业,搞了一个盗版的一带一路, 也就是全球基础设施、伙伴关系倡议。 明眼人一看明白了,美国这是仿照中国给沿线国家大力搞基建的做法,直接抄袭。 对于美国的这个盗版一带一路,中国外长王毅18日在中外记者会上进行了精彩点评, 用一句话就实现了对美方的秒杀,惊艳全场。 王毅外长指出,我们不妨在国际上比一下, 看看谁能为发展中国家建设更多的公路、铁路、桥梁, 谁能为低收入国家的老百姓建设更多的学校、医院、体育馆。 美国人根本就不敢正面面对这个问题, 因为美国的承诺就是一张空投支票。 但是,中国却实实在在为发展中国家做了许多的善事, 修铁路、公路、大桥、建设学校、医院。 美国拿什么敢跟中国比? 美国的计划根本就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,还有很多原因。 第一,中国是真心帮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谋发展, 以互利共赢,相互尊重为基础。 而美国呢,从来都瞧不起这些贫穷落后的国家, 一心想维护一个美西方少数国家说了算的国际秩序, 想维护这种西方霸权, 对第三世界的国家任意欺凌。 第二,不止这个所谓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, 美国还提出了印欧经济走廊, 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、蓝点网络计划、 电力非洲等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搞基建。 结果这些政策都是空中楼阁, 美国压根就没想过要执行。 比如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, 该计划打算在2027年前筹集6000亿美元, 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设施的资金。 沙特承诺愿意投资200亿, 美国筹集了300亿, 然后剩下的资金就没有了下文, 欧洲、日本等都不愿意掏钱, 为啥要掏这个冤枉钱, 直接加入县城的一带一路不进行了吗? 西方学者都指出, 这个计划是直老虎, 美国根本就无力完成。 再比如, 重建美好世界实行了一年, 就没了动静, 而蓝点网络计划早就没赢了。 第三, 美国现在是自身难保, 高通胀, 债务危机成了美国人挥之不去的沉重负担。 美国真有那么大财力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吗? 这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, 不单单是有没有的问题, 更是愿不愿意的问题。 第四, 美国人的基建能力很有问题, 大幅落后于中国。 比如, 计划了35年, 修建了17年的美国首条高铁, 至今难产中。 第五, 即便美国的资金, 技术能够就位, 但是美国最喜欢签订霸王不平等条约, 附加输出西方价值观的政治条件, 甚至干预他国内政, 跟美国合作, 无异于与虎谋皮。 但是中国从来都不会这样做。 所以, 美国的盗版一带一路是先天机型, 注定破产, 凭什么跟中国比? 中文字幕有点赞, 重点突然, 用一路是先天机型, 那有点赞, 是正确的, 点赞, 数字幕有点赞,